从县长手中接过感谢状 这是来自桃园的达成基金会第六年 帮助新竹县的弱势家庭举办丧事 透过今年六十万的捐款 期望给弱势在最悲痛的时刻一点帮助 对于有爱心 有同情心 甚至于照顾到我们新竹县需要照顾的孤儿 还有需要去世以后 没有钱买棺木的 各位说是陈理事长刚刚的简报中 我们社会区的简报中 六年来都是永续经营 给我们新竹县政府 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慈爱 充满了祥和 充满了和谐 这一点要代表新竹县政府各界 再度的向我们达人慈善基金会 陈理事长所有的各位干部 李建市等等表示谢意 基金会董事长陈达成因为过去看见社会上 许多弱势团体背后的故事 所以兴起捐赠棺木的念头 多年来走遍全台各县市已经帮助许多弱势家庭 因为我们出于基层 来于基层看到那个苦的 那个相当的辛苦 所以我们所有的董监事他就发挥这个爱心 来叫我促成一个成立一个基金会 一个平台让所有的董监事能够一个付出的机会 最主要的我们基金会所有的成员不求名不求利 默默的在做为我们的社会弱势族群在服务 好比我们最先开始做事在桃园市开始做起 再慢慢的在推广新竹县 苗栗县 在云林县 南投县 台东县 花莲县 在需要的地方 我们都是去一步融资去出钱出力 这笔上款主要是提供给新竹县低收入户 轻航户 以及弱势家庭 家中如果没有经济能力买棺木办理后事 可以到地方上的乡镇公所申请补助 凯博新竹 林宝德 实习记者黄婉林采访报导